欢迎收听大纪元新闻 请听大陆新闻 与高层唱反调 大陆学者皆基层社会经济乱象 以与中共高层要求畅想经济光明论唱反调 陆媒发表大陆学者吕德文的文章 皆是中国基层的经济和社会治理乱象 文章指 多数乡镇政府勉强保持运转 有些村庄发不出薪水给村干部 基层干部为了应付上级不得不在多方面造假 学备财经发表的武汉大学社会学院教授 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研究员吕德文的 经济的另一面的草根调查一文 昨天16日在多家路媒转载 吕德文长期从事田野调查 他透过调研与观察感受 揭示当前中国基层社会的各种问题 吕德文首先表示 经济下行的影响是全方位的 工业园区的工厂普遍开工不足 有些工厂订单不少 但利润率下降 有公司全年人民币7000、8000万元的货款 还有将近2000万没有回款 而经济下行的最重要影响是 大家预期没那么高了 吕德文说 他所调查的几个乡镇 多数乡镇政府勉强保持运转 但多数乡镇干部绩效打折或无法兑现 有些村庄的村干部工资已发不出来 几乎所有地方的发展项目都受到影响 有一个乡镇街道挖了 但资金没法保证 停工了 过年期间道路坑坑挖挖 群众怨声载道 很多村干部闹辞职 调查一个村的四个村干部 有一个村干部辞职不干 有两个村干部想辞职 还有一个村干部 因为电资做村级事务 上级又不对线补贴 实在受不了就辞职出去打工了 调查一个村的村支书是富二代 已经下决心不干了 村级新增债务普遍 主要都是这几年搞项目建设 以及预算外的办公经费导致的 这些债务具有隐蔽性 都在帐外运行 文章说 基层政府是向上负责 不对实际负责 一个村书记说 工作做不好 指标要好看 现在政府公共服务 基本上都大量靠政府购买服务解决 职能部门不搞业务 推给基层和第三方搞 正是工作人员不搞业务 只服务领导和监督联聘人员搞业务 大多数乡镇没那么多钱购买服务 就使劲压榨村干部 村干部事实上也成了政府联聘人员 多数情况下 村里根本就没有能力完成上级工作 于是只能花钱消灾 让村籍财政雪上加霜 比如县里搞所谓秀美乡村建设 又没有资金配套 要求垃圾桶统一蓝色 村里花了一万多 前两年 中共公安部门推所谓反诈 村干部根本没办法完成任务 有人发现可以网上买指标 装软件完成任务 开始一个装了反诈软件的号码是五元 后来不断上涨 八元 十元 最后到了十五元 村里花了一万多元买指标完成任务 前两年抛荒整治 地方开始兴起搞挂图 领导下来一看 一目了然 但村干部说 挂图都是假的 哪怕第一年整治了 第二年肯定还是抛荒 因为农民根本就不可能去种 吕德文说 上级各种折腾 搞得大家都没时间服务群众 然后又要逼着大家 升班硬套弄出服务项目来 对上负责运动治理 以及高标准的工作机制 已然形成 村干部所有时间精力都耗费其重 文章还提到 中国各行各业都在托时向虚 社会空转是今日社会的最大危机 作者说 过年期间和中学同学聚会 他们来自各行各业 有公务员 医生 老师 老板 国企员工 农民工 媒体从业人员 都在一致吐槽搞形式主义 厌恶至极 却又无可奈何 人到中年 不敢提意见 这期新闻就为您播报到这里 谢谢收听 下次再见